长安十二时辰中的恐怖分子怎么会有大肉汁 长安十二时辰绝对是近年最夯的一部古装剧 故事发生在大唐天宝年间的世界中心长安 曾与大唐不相上下的突厥汉国正走向陌路 所以才会有突厥狼卫计划在长安 弄一场911式的恐怖袭击的剧情设定 剧中有个细节 狼卫图格鲁在临死时吐出的诅咒 竟来自一个古老的民族大肉汁 那么大肉汁怎么会出现在突厥人中呢 在了解大肉汁之前 我们先要提到另外一个人物张谦 对现代人来讲 张谦最大的贡献就是开辟的丝绸之路 然而当年张谦出使西域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打通西域的上路 而是为了寻找盟友 共同对抗曾让中原望而生为的匈奴 这个潜在的盟友就是大肉汁 肉汁是一个曾经盘踞在河西走廊 和齐连山的古老民族 公元前二世纪 匈奴灭了肉汁 并霸占了肉汁的地盘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汉武帝决定派遣张谦 联络与匈奴有血海深仇的大肉汁 张谦千辛万古终于找到了西迁的大肉汁 然而大肉汁已经在吐草肥美的西部草原 站稳了脚跟 面对凶狠的世仇匈奴 大肉汁早就丧失了斗志 当然了连横失败并没有影响汉武帝的基本国策 汉帝国依然是按部就班的打残了匈奴 而大肉汁不久也分裂为五个部落 其中桂窗部慢慢崛起 建立了强大的桂窗帝国 东汉有个牛人班超 班超不仅仅是个史学家 更是位杰出的军事家和外交家 在他经营西域时 不管用红萝卜还是大棒 为大汉收服了五十多个西域国家 这时候的桂窗帝国 也就是大肉汁 虽然也是称霸一方 但对汉帝国还是恭恭敬敬 很希望能攀上汉王朝这棵大树 于是肉汁王派遣使者来到班超的驻地 提出要迎娶汉朝公主的愿望 没成想被班超断然拒绝 恼羞成怒的大肉汁 发病七万进军班超 此时的汉军人数处于绝对劣势 班超却镇定自若 坚受城池 硬是拖垮了粮草不足的大肉汁军队 班超也不赶尽杀绝 放了敌军一条生路 此后大肉汁服服帖帖 年年向汉朝进攻 以至于东汉末年中原混战 贵双帝国都不敢有一丝 直染中原的企图 沉浮汉王朝后 贵双帝国继续扩张 二世纪初贵双帝国又占领了整个北印度 形成了地跨印度巴伊斯坦阿富汗的中亚大国 不过贵双帝国西部的萨山王朝 渐渐强势崛起 萨山王朝也就是波斯第二帝国 开始不断摧残贵双帝国 贵双帝国最后只能维持住印度和以东的统治 公元四世纪 印度本土的几个王朝兴起 又不断蚕食贵双帝国在印度的残疑势力 公元425年归缩在阿富汗境内的大肉质被燕达人灭国 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辉煌后 燕达被波斯人和突厥人联手做掉 突厥顺便接收了被燕达人征服的大量肉质移民 这些肉质人逐渐被突厥人同化 当然了 他们能保留住部分肉质方言也是合情合理 所以在长安十二时辰中 突厥狼卫图格鲁很可能就是被同化的大肉质后代